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健康线 继续来讲健康线 健康线我们之前讲 是从起于前宫的位置或者砍宫的位置 斜向上走向小指下方 那么相学当中又称为考证文 又称为健康线 跟人的健康以及性格是息息相关的 手上有考证文并且文路秀丽的人 不论男女身体都十分的健康 并且也勇于奋斗百折不挠 除了标准的考证文之外 今天再讲一讲其他的几种 首先手上出现两条平行的考证文 也就是健康线 如果两条文路都没有出现中断曲折 放空或者是有导文 那么一般身体健康状态都是比较良好 精力充沛 意志力非常坚强 勇于打拼 有很不错的这种创造才能 在事业上能够有不错的成就 此外这种手纹子女也十分的优秀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特征的人在感情上需要学会抵制他人的诱惑 不然婚姻当中容易出现波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考证文出现了横文 这个人出现的时候 这种横文出现的时候开始就需要 因为之前可能就没有 这个纹路是变化的 从出现的时候开始就需要多注重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最好每年去医院做一次详细的身体检查 以免被疾病侵扰 尤其是脑部的保健 需要尤其的留心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种 考证文 长得比较粗 比较宽 深刻的人 一般在心脏功能上面有一些欠缺 常常会出现心机 心率不齐 这种情况 如果是这种手纹 再加上地纹 就是生命线尾端出现 什么 恋空 也就是恋状的纹路的话 那么这种 多半会比较容易生病 在平时需要多注意休息 避免出现脑部用脑过度 或者操劳过度的情况 有关考证文的知识 就讲到这里 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平常在工作生活当中 还是要以身体为重 千万不要透支自己的健康 这种代价 来换取事业或者其他方面的成功 那样反而是得不偿失 好了 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 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